莲姑娘 夫人 您再忍忍 忍 还要忍到什么时候 夫人 奴婢刚才回来路上 看到莲姑娘了 你说什么 她不是在背禁足吗 是啊 可奴婢确实是看到 她跟苏南纯两个人急匆匆的 想要出去做什么事情 奴婢还捡到了这个 听说王府最近出了事 谁都知道 他在王爷面前说得上话 难道公子为此解了他的禁足 这消息 恐怕木槃药还不知道 你们说 他这么恨罗秦莲 要是他知道这个消息 会怎么样呢 你说什么 奴婢说 有人看见莲姑娘被放出来了 怎么可能 咱五个月 我们夫人也是这么说的 行了 你回去告诉你夫人 让她好好安胎 我会问清楚的 是 那奴婢就先告退了 夫人 走 陪我出去 夫人 夫人 你走慢一些 千万别动了胎气啊 公子心里满满都是那个人 哪儿还有这个孩子 夫人 你千万别多虑 公子的大爷还得养着我们家 怎么可能不把您放心上呢 你说什么 你的意思是 公子喜欢我是一个穆家 奴婢不是这个意思 公子喜欢的当然是夫人 公子就只喜欢夫人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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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儿吗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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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要去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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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怎么了 夫人摔倒了 快 快叫人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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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那边 那边 夫人 夫人 这边 你干什么 都是我的人了 还扭念什么呀 谁是你的人 就喜欢你嘴硬的样子 好啊 我要去办公差了 这几天 别乱跑 乖乖的 在林威局等我 乖乖的 等我 你先走 警方嬷嬷专门教过你父亲的脾气秉性 这次呢 父亲让我去治水 你可猜得到齐云 他对我给予厚望 我却无能为力 警方嬷嬷 你可否告诉我 王爷究竟在想什么 小姐 姚夫人派人来了 他 我 听见了人来 婢妾给姚夫人请安 你 生了 是何时 是啊 来 看看我的孩子 漂亮吗 他 怎么了 他 他死了 我的孩子死了 都是拜你所赐 我 你在找什么 找他吗 开门 开门 放我出去 开门 你们放我出去 小人徐良川见过夫人 大白天干吗把门关上 回夫人的话 我家主子身子不适 怕见风 难道姚夫人摔跤是真的 夫人问话 你难道听不见吗 小的不敢 只是小的刚外出半餐回来 下来的比谁都快 调不得小的问清楚了 再来回夫人 不必 我自己问就可以了 把门打开 夫人 怕是瞒不住了 谁说要瞒了 只是不想看到他们那些 幸灾乐祸的样子 就打发了他们 就说我吃了药睡了 是 大胆 夫人的命令都不停 这么左拦右拦 难道是孩子出了什么问题不成 情物 她来做什么 张医官确实复闻复过 夫人最近身子受粮 不能见风 怕孩子受这影响 这万一出了什么事 谁也担待不起啊 莫门嘞 御下真的看到姚夫人摔跤了吗 这么大的事 妾生怎么敢乱说 听说姚姐姐都见红了 妾生还听说姚姐姐之所以摔跤 是因为踩了骆青莲的布摇 莲姑娘 妾生听到这个消息真是害怕极了 妾生跟姚姐姐先后怀有身孕 日子也差不多 一直想着同时戴下凌儿 妾生自己怀太艰难 便知道怀太十月的苦楚 要是姚姐姐万一 妾生可着实为她伤心难过 行了 不要再说了 人都还没有见到 别说不吉利的话 许阳川 你还不开门 夫人 你要我自己动手吗 这朗月阁今天是烧什么香了 不仅夫人大驾光临 连这几个月不出门的莫妹妹也跟着来了 莫妹妹说 杨妹妹摔了一跤 公子不在 我这个做姐姐的 没有不过问的理由 我在自家门前摔了一跤 这莫妹妹消息倒是灵通的呀 听你这么说 果然是真的 那么大的事情干满满的死死的 你怎么样 动了胎气没有 要是真动了胎气 妾生哪有这个闲工夫在这儿聊天 妾生这肚子里啊 怀的是贺家的孩子 就算真有人想加害 也没这么容易 你说是吧 莫妹妹 那是自然 但是我看来 妹妹脸色苍白 像是十分虚弱呀 这肚子越来越大 虚弱是在所难免的 既然如此 妹妹就别站在这里了 快进去坐吧 妹妹恭送姐姐 谁说我要走啊 妹妹刚刚不是说很久没见面吗 那妹妹就不请我进去喝一杯吗 姐姐事务繁忙 还是改天妹妹再请姐姐喝茶 妹妹为何 我从上到下都遮遮掩掩的 不是朗月阁有什么不能告人的秘密吗 师姐姐 我从来 你 那是我们的朗月人 你出雅他 要是有的 好过去吧 我心育不可 你出雅他 我心育不可 我心育不可 还想是你 我心育不可 去王府参见了王爷 刚出府门 便见到如画匆匆忙忙请了衣冠 才知道 姚夫人摔倒了 有些担心便跟着过来了 那衣冠呢 衣冠诊治完便走了 碧妾帮着如画在里面收拾 正想着禀报夫人 夫人就来了 你的意思 是你亲眼看到衣冠 被姚夫人诊治的 是 那结果如何 衣冠说 姚夫人 并无大碍 姚夫人扶大命大 只是动了一点胎气 怎么会 怎么会这样 这里住的是 我知道 莫夫人 她刚刚被姚夫人 害得险些流产 只怕是 生产前日日都要痛苦不堪路 过来 姑娘不要觉得她可怜 她为人势力虚荣 欺软怕硬 并非什么好人 难道和姚夫人一样狠辣 那倒不是 莫夫人愚蠢懦弱 欺软怕硬 若哪天她对姑娘有了歹意 姑娘尽管强硬 她自会不攻自破的 莫夫人 碧妾的不遥可否还给碧妾了 什么 什么不遥啊 陛妾早上出门时 半秋不是捡到了我的不遥吗 她哪里捡过什么不遥 你可不要胡说 陛妾亲眼看见半秋捡到不遥 莫夫人为何要撒谎 区区一直不遥而已 莫夫人为何如此慌张 好啊 莫妹妹 真好 姚姐姐 你可千万不要相信呀 我 妾身真的是毫无知情 不必说了 妾身真的毫无知情 莫妹妹 若后若是没事的话 你就好好休养 不必再出来了 是 姚妹妹 要是没事的话 就好好休养 公子子嗣稀薄 两位妹妹 以后务必重视此事 甚至诱甚 姐姐放心 妾身一定不会让公子的孩子 再出任何差错 卫 妾身 她 英头 波 家 girl 赢 不要 你说什么 她帮了你 不仅帮了 还是当着狄夫人的面 没想到短短五个月 它竟然从一只 毫无还手之力的雏鸟 变得如此于义风满 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它若是真心归睡 岂不是如虎添翼 就怕是苦肉计 是不是苦肉计 试一下就知道了 怎么了 没事 就是有点头晕 你好几个月没出门 今天头一次早起闻安 不适应也是有的 夫人可好 能好到哪里去呢 唯一的儿子没了 还要眼睁睁看着姚夫人怀孕生子 姚夫人的孩子 怎么 没什么 小的问两位姑娘安 是姚夫人有什么事吗 我家夫人肚子疼得厉害 像是动了胎气 动了胎气 是 小的着急带张医官去诊治 就先告退了 姚夫人动了胎气 这许良传 往日看见我们从不讲话行礼 今日倒还收些本分 不是本分 而是故意说给我们听 姚夫人已经流产了 又怎么会动胎气 难道她想一直装下去 是 借心问夫人安 起来吧 起来吧 谢谢夫人 谢谢夫人 莲姑娘 你是不舒服吗 回夫人 或许是 或许是九日没有出门 然后有些犯困 冬天已经结束了 等到姚妹妹跟莫妹妹的孩子 出生之后 我们就能庆祝一下了 方才 陛下在外面遇见徐良川 听说姚夫人动了胎气 是 严不严重啊 请医官没有 张医官已经过来了 其余的倒不清楚 会不会是昨天摔倒的缘故呢 醉刘 去姚夫人里边看看 是 你们没事都可以回去了 如果有空的话 也去杨妹妹那边看看吧 是 药间好了吗 这如花这个丫头 是不是刚才我 我骂了她几句她故意磨叽啊 夫人您再忍忍 如花明知这药 关乎到夫人和小姑子的性命 哪敢怠慢呀 好 奴婢为夫人安 扶我起来 姚夫人 听说您动了胎气 夫人很担心 特地派奴婢来看看 有什么可看的 太相不闻 是能替我伸 还是能替我疼啊 啊 姚夫人你既不需要 那奴婢便回去了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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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premise 是你大悟 让你大悟 跟了你十几年 却从来没被你当人看过 既然你怎么宝贝这个孩子 就偏偏让你生不出 夫人 夫人 什么事 是姚夫人出事了吗 回夫人 姚夫人胎相不稳 在床上疼得死去火来 可奴婢看见 看见 看见 看见什么 没事 自己人 说吧 奴婢亲眼看见 乳化竟然在姚夫人的药里 下了华胎药 胡说 儒化是她从娘家带来的丫鬟 可奴婢认为 姚夫人非打鸡骂的 无论是谁都会积怨成仇 难免有报复之心 你可拦了 没有 你疯了 为何不拦 奴婢不想拦 她作恶多端 这是她应有的报应 罪柳姑娘 你当真看到的 是儒化 千真万确 不可能 儒化明知道孟海瑶的孩子没了 她不可能这样做 孩子没了 医官竟然还在开安探药 姚夫人这是要搭多大的台 成多大的戏 夫人 您还犹豫什么 您千万不能过去 骆青莲那儿有什么异象 没有 不过夫人您放心 柔夫人盯着呢 只是不知道 迪夫人那边会不会 她会来的 她做梦都想要光复方氏一族 唯有公子习绝成功 她的愿望才能实现 是想一个子嗣稀薄的公子 谈何习绝的资本 所以只要骆青莲不拦着 她一定会来 谢夫人 虽然我真的憨笑把她随时万短 可毕竟那是公子的子嗣 夫人且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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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气有些凉 带见披风吧 公子 你千万不要怪妾生啊 你千万不要怪妾生啊 妾生也知道你共事凡亡 可是 不让你在身边 万一这个孩子 有个三长两短 海瑶 都这个时候了 还说这种话 我珍惜这个孩子 我也需要这个孩子 只要公子需要 海瑶就是受再大的苦 也会好好地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也会好好地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你这个死丫头 怎么煎一个药间这么长的时间 看我哪怕不乏了你 李夫人到 不能喝 这是我们夫人救命的药 海瑶 你这是做什么 姐姐 你就这么容不下 我肚子里的孩子吗 妹妹 你这番话 说得五味杂症 我真希望你的肚子 能够平平安安 这个药 是华胎药 是 海瑶 夫人 张医官 医官 夫人 公子 这药在肩 恐怕要一个时辰 还有什么剑效更快的药 药 公子 可是 这姚夫人现在情况十分地危机 这原来的方子 是最适宜的 现在肩已经来不及了 这药 倒是剑效快 可是 就怕这姚夫人 甚至抵受不住啊 张医官 哪来 哪来 只要对孩子好 再苦我也能够熬 夫人 夫人 海瑶 夫人 医官 准备 是 公子 施数万幸 可胎保住了 姚夫人的身子 也还好没什么大碍 去吧 华瑶 你怎么说 公子 即便妾身当众失礼 也绝不会让姚妹妹喝下这碗药 因为罪刘七眼看到 如华因为竟恨姚妹妹打骂 所以下了华财药 奴婢没有 公子 如华从小跟着主任 怎么可能干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啊 夫人 奴婢与您无怨无仇的 您为何要这样诬陷奴婢啊 是不是诬陷 不是你我能说的 是 回公子 这碗药里边 病不化胎之物 怎么可能的 是 公子 相信妾身 绝不会诬陷一个下人 您当然不是要诬陷奴婢了 夫人 小公子没了 人人都替您痛心 可是你也不能见不得 我们家夫人怀孕 就要加害于她呀 今日要不是我们家夫人福大命大 如今失去的 可就是公子您的另一个亲生骨肉啊 公子 您消息妾身 姚妹妹怀的是公子子嗣 妾身绝没有丝毫的怨恨 还有加害之心 公子 奴婢发誓 现在看见如花在药里下毒 如有半字假花天大雷劈 公子 婢婢 妾当时就在金秋院 亲耳听到罪流禀告 确实没有办局序言 谁不知道你们都是夫人的人 医官已经咽过药了 那就是铁证 可怜我们家夫人十月怀胎 如今却要被这样作解 公子 还请您给我们家夫人做主啊 行了 灰儿起来吧 都起来吧 灰儿的事伤你太深 那你就先多多地歇息 府里的事情 就交给海妖吧 切身明白 你不用看了 她如果想揭发 方才就已经输了 夫人 方才真是吓坏奴婢了 如此试探洛青莲 是不是成金归顺 万一暴露了流禅的事 破坏了夫人和柔夫人的计划 那岂不是太不值得了 不值得 如果洛青莲归顺是假 明里却在帮我隐瞒流产之事 那说明她要从长计 她日来个人赃俱火 她想放这长线 我还不想做这大鱼呢 照这么说 洛青莲是真心归顺了 真心自是不假 只是我本来想一箭双雕 起码也让夫人来个禁足 没想到 只是收回了她管理内务之权 对咱们要做的事来说 已经足够了 婢妾给姚夫人 柔夫人请安 人都走了 坐吧 喝茶 喝茶 记得刚认识你的时候 你还是个天不知地不知的丫头 敢私奔 敢抗婚 什么话都喜欢说在明面上 半年不到的时间 也竟然可以生辰到 面对公子跟嫡夫人都不动声色 人总是要成长的吧 碧妾只是比别人聪明一些 学得更快一些 有多聪明 这事你怎么看 碧妾怎么想不是重点 碧妾 重要的是碧妾 什么都不该想 现在说话这么审理的人 真的不多了 不是吗 柔姐姐 是啊 这种人是不多了 行了 时间也不早了 你也回去吧 以后有空常来坐坐 对了 上次你让家兄 鸡脚受盈之事 勉强也可以答应 但是我听说 好像欠款 很多人不愿意还 这公子也一筹莫债 碧妾倒是有一个法子 妹妹来了这么久 不知都学了些什么 哪一样学得最好呢 自然是 知难而退了 到底是知难而退 还是以退为进呢 下来妹妹也累了 改日再请妹妹 到西眼楼一叙吧 姐姐慢走 是 蜘蛛 这是什么意思啊 有日盐前朱节网 果然装得万善宠 蜘蛛最擅长的 就是耐心和折服 难道她菜道小姐 原来沐海洋能有今天 依靠的绝不仅仅是牧家 姑娘 姑娘 我正找你呢 找我做什么 姑娘 你想听呀 姑娘 帆京 皇上 然 nu 老呢 姑娘 聊聊天就只能在晚上吗 丫头 你不会想 碧倩没什么跟公子可聊的 你没有 我有 首先要聊的呢 就是方才的事 方才的事 公子都已经知道了 丫头啊 你该不会是在瞒着我一些什么吧 公子请自重 自重 你出去打听打听 要是我自重就不叫贺连信 你现在是我的碧妾 你真的以为当碧妾这么容易吗 说好君子之交你不能动我 交易 你帮了我些什么呀 猜出我父亲的心意 还是帮我讨回了倩吟 我 我贺连信 从来不做赔本的买卖 就算这次看走眼 吓错了注 我也不能让自己血本无归 对吧 不如我们两个 我们 我贺连信 公子 您快去瞧瞧吧 左公子的点宝署门口摆上摊了 公子 宫事要紧 来 大家看过来啊 都是上好的闻丸字画 哪位出个价 给银子就卖 这不是左公子吗 是啊 他不是刚从那 大家正后将决了吗 怎么沦落的 当街迈丝画了 还有这个 开泰图 有没有识货的 公子要做事 为何要带上币气 我刚刚说什么来着 我从不做赔本生意 你是我用千里凉具换回来的 既然这打了眼 那我就吃亏点 把你当个奴婢试试吧 待会儿加点水啊 沐天师傅借我公子 沐兄不必多礼 人呢 在这儿 五十两 拿走 座公子 快别吆喝了 这 这成何体统 怎么 怎么 许我三哥逼债 就不许我老五卖东西啊 我不瞒您说啊 我三哥这是债逼的呀 全取粮的官员们 都快上吊喽 别说是我老五 那就是我二哥世子 都快吃不上肉了 座公子不能胡言哪 你回去吧 回是回不去了 你来看我这些宝贝吧 都是好东西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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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葫芦啊 你看啊 香的都是翡翠 五十两 拿走 别人我都不给 就五十两啊 五十两啊 说好了啊 五十两 来来来 看看我这个 象牙楼空雕 五十两 五十两 六十两 七十两 一百两 一百两 就你了 还有这个 葡萄百劲 这个我跟你说 可厉害了啊 见过吗 不知道这位大人 要干什么呀 七十两 还有吗 八十两 本官想干什么 还得向你们汇报啊 多少 闪开闪开 就是你了 大人要做别的 自然不许向小人请示 可是要归还倩吟 世子爷请大人留下信任 改日和大人好好聊聊 世子爷 怎么 大人还有事吗 没事没事 我走错了 走 世子和老四真是用心良苦啊 看来要办成这差事 遥遥无期了 莫兄 你自动请命 助我收缴欠款 恐怕被我拖累了 公子严重了 公子与穆家 早已是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公子何谈连累 况且 下官知道一件事情 也许帮得上忙 莫大人 你是要给我看什么呀 公子即可便知 不过 青年宫家在这儿好像不方便 没什么不方便 你把它当成这个板车就行了 来 叶人 你 你怎么 怎么不早说呢 我 我们还问公子 公子不是说无所吗 是 是 是 他们这是在做什么呀 他们在例行检查 因为每次可以出入营库的 只有这些库钉 所以他们每次出营库的时候 都要举手 拍手 大叫 跳板凳 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口中 手中 腋下 没有夹带银两 嗯 他们每天都这样吗 不错 但即便是如此 酷吟还是经常失窃 公子 下官间巧合 听说这刑窃之人是 是 跳完了 莫非下官的消息有误 也未必 有些地方是我们瞧不见的 慕兄 先别让他们走 我有话跟他们说 是 记得啊 让他们穿衣服啊 你搂够了没有啊 他们现在脱裤子了 这刚入春天还凉着 刚才各位这样赤条条的 就不怕动坏身体吗 谢兄公子体恤 我们习惯了 这三九天 也就这样 辛苦啊 各位辛苦了 来人 快点 慢吞吞的 刚煮好的姜汤 大家赶快喝吧 一人一碗 谢兄公子 别客气 来吧 多乖巧的奴婢 多乖巧的奴婢 这奴婢真好看 多乖巧的奴婢 这奴婢真好看 贤惠啊 贤惠啊 贤惠 这个奴婢贤惠啊 辛苦啊 辛苦啊 好 既然大家都喝完了 身子也暖和了 我们就该好好地聊聊了 好 大家应该都知道 大家应该都知道 王爷派我收欠银 那我总得知道 这盈库是怎么一回事吧 所以今天呢 就是来问一问 盈库的归程 好 姓公子 这归程返场 一时饭活也受不明白 您要真想知道 属下单独给您汇报 好 姓公子 小人想 小出宫 小人也想去 把扒扣 让库顶把私藏的库银 拉出来 这是堂堂公子做的事吗 他老三 他老三缺得大的 公子啊 那个人我亲弟弟 你一定要救救他 亲弟弟 你弟弟都敢收买库钉倒库银 那还有我救他吗 这是谁出的主意 竟然藏在这么卧储的地方 他牟天书又是怎么知道的 公子 这可是要掉脑袋的罪啊 而且我们家就这么一个难顶 我救救你了公子 你救救他 我怎么救 你没看出来老三的目的吗 这明摆着在我后院放把火 并用我还钱 但你就去还了就是了吗 我 我不还 公子 闭嘴 公子 再敢说 你救救他吧 公子 你救救他吧 了 你也是 快 呀 快 快快 快掐 快快 我一来谈一来俨厨的手 也不知怎么了 突然就想吃着荷花酥 这点心费时费力 你一定下了不少功夫吧 姚夫人的吩咐 就算费再大的力气 也是婢妾应该做的本分 况且听说公子 自从得了穆大人相助 短短几日 半数欠款都已归还 眼看这治水款项都要齐了 婢妾自然要来向姚夫人道喜 行了 也是你的功劳 奴婢给各位夫人请安 姑娘 刚才公子派人莲未居 说是要建议去摆人相 怕是要恭喜莲姑娘了 摆真相 都知道是公子最喜欢的地方 可是从来都没让妻妾陪同过 也包括我在内 夫人 苏南春来了 请 请 启离姚夫人 王府刚赏下了一盒绢花 公子知道姚夫人喜欢 就派小人马不停蹄地送来了 这一盒都是给我的 公子是这么说的 连夫人都没法 公子说 慕大人劳苦功高 只要是姚夫人喜欢 就全都是姚夫人的 至于别人有没有 全凭姚夫人您说了算 我哪儿担待得起啊 莲姑娘说了算吧 毕竟不敢 就凭公子对你的宠爱 我这朗月阁都能赏了去 又何况极朵假花呢 苏南春 给莲姑娘选选吧 就说我还能赏了 是 姚夫人看到的是极朵假花 而碧妾看到的 却是公子底的整个花样 从前没看出来 你嘴还挺甜的 罢了 选几朵吧 是 碧妾什么身份 碧妾自己清楚地很 能分一碗薄粥 全是因为沾了姚夫人的福气 怎么可能渐远呢 行了 把花带上 多谢姚夫人 莲姑娘这镯子看着甚是金贵 因为福相是妹妹的东西啊 祖上传的一直带着呢 二位夫人慢聊 毕竟告退了 姐姐这是做什么 难道你是看出什么纰漏了 我没看出什么 可是从什么时候起 妹妹信不信一个人 只看她有没有纰漏了 那倒不是 我只是想不出来 一个虚情假意的人 怎么会去帮助敌人的家族 让自己有无翻身之地 我累了 姐姐也回吧 希望这样的事没有下一次 我先见过你 公子 你带我到这儿来干吗 到这儿还能干吗 花钱呢 姓公子 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 来 请坐 最近啊 小店来了一批成色非常好的东西 让您过过目 来 带上来 好嘞 来 茶茶 多谢 姓公子 您瞧瞧 这个还不错啊 这张耳环很多人都试过 没有一个像姑娘您啊 带上这么好看 这张大饼撒上这两叶葱 可以出锅了 姓公子啊 说笑了 这巴掌大的脸怎么会像大饼 我这儿还有更好的 来 拿过来 好 姓公子 您瞧瞧 这个色泽还不错 这个衬杆子 配上一个衬妥 刚好衬衬刚才那张大饼 你瞧瞧 你瞧瞧 姓公子啊 这些可都是本店的镇店之宝了 您若还挑不上 小店可就真没有了 张掌柜你谦虚了 要是连你这儿都没有 那整个摆真相 还能找谁买东西去啊 小人哪敢谦虚啊 姓公子都快把摆真相逛完了 您要是在这儿入了眼 那小店不也是扬眉吐气了吗 无奈您的眼光实在太高 小店确实是没有了 这么说都拿出来了 都拿出来了 是吗 你昨天不是收了 纪善署齐大人的 金箔卷丝琉璃珠 然后前天 又从神礼署冯大人手里呢 收了牡丹纹眉瓶 对了 你不是还从左公子手上 收了一件掐丝灵纹银盘 都是低到不能再低的价格啊 东西在哪儿呢 让我瞧瞧 瞧瞧 就说什么事都瞒不过姓公子 这些东西我是收过 可是做生意啊 讲究的是有买有卖 您说的这些物件已经出了 都出了 都出了 这么快 这么快 一个人 一个人 这么大手笔谁啊 买家想饮着 姓公子也是懂规矩的 就别难为小人了 好 公子到底还要逛多久 逛到由你喜欢的为止 是逛到有碧妾喜欢的 还是逛到公子摸清这百真相的底 我先去 近日木大人劳苦功高 公子要省 还是省木男呢 碧妾有些累了 先休息一下 小二来壳茶 你就没有功劳吗 你最近不是很忙吗 碧妾忙什么 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的 怎么肯忙呢 那怎么没看到李唐啊 他家柳氏跟碧妾告了假 回家几天 今日就回来 那我怎么听说 有人看到他 在盗库淫的五夫人家地门外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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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是做伪证 罚了怀蕊 再来就是提供消息 助穆天书立功 这样样呢 都是给海瑶往高处抬 丫头在打什么算盘 我怎么没看明白呢 公子明知道夫人是被冤枉的 不也一样顺水推舟 碧妾跟公子打的 不是同一副算盘吗 我哪有什么算盘 我就是贤公子 我恨不得天天混在这 文丸字画里面 是吗 那碧妾最近听说这百真相 真是热闹极了 全取粮的达官贵族 为了归还倩宜 都把自己的宝贝 拿到这里来卖 谁家想还钱 谁家不想还钱 都在这文丸字画里面 你这丫头还知道些啥 比起还知道公子一尴尬 就拉长声音说话 你再高兴我瞧瞧 公子 放手 放手 谁叫碎碎红莲叶 两处沉吟各自之 掌柜 把这戒指包起来吧 真不巧 星公子 这没戒指已经被人定了 又被定了 被谁啊 这 明白 引着嘛 对不住了 星公子 什么都是缘分 得着了也是缘分 得不着也是缘分 现在得不到 不见得永远得不到 丫头 缘分是骨 而不是阴 这一件之前的东西都没有 能卖给谁啊 我要是不留李大人东西 他也不能走啊 说是急着还王府欠银 我只答应了寄卖 寄卖 寄卖也要有人买呀 去去去 扔了 扔了 等等 这些东西 星公子别误会 酒店从不收这些 不入流的东西来 这也是被缠得没办法 这些东西我要了 你知道这是谁家吗 你知道这是谁家吗 别摘了 下来吧 小心点儿 下晚拜见谢公司 岳父 请起 王爷 三公子出了摆真相了 事情都沉了 是什么 成了八分了 先是查出了家贷库银 比五公子他们带头还了钱 现在到摆真相观察动向 捅空大局 手脚欠银这么重的差 被三公子另辟蹊径 办得十分灵巧 不知王爷这么一考 三公子可算是过了 这点 银主板 你以为觉得这事 哪里不对劲 好像是 太平静 太顺利了吧 等着瞧吧 那惊心洞魄的事 还不知道在哪儿蹲着呢 没想到莫夫人 还有这样的福气 其他人皆酷衣 都是为了自己挥握 但李大人 却是为了救助穷人 我记得几年前 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也是水患 他把他皮袄都卖了 换粮食给灾民 然后我就问他 那到了冬天怎么办 难道你要把你的仇衫都卖了吗 你猜他怎么说 他怎么说 他说 他的仇衫去年都已经卖掉了 我当时心里就想 这么好的官 无论如何 我都不能含了他的心 可惜 我除了能够免他的欠淫 还能为他做些什么呢 如今我只希望 浅茂的小孩平平安安地出生 我一定 悉心教导 好好待他 你这么做 就不怕别人说你不公吗 不公 这个世上有黑有白 有贫有负 处处都是不公 我只相信一个人的良心 怎么啦 丫头 就突然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我是吧 这世上呢 好男人不只有吕北义一个 你看他冷冰冰硬邦邦哪里好啊 我总比那颗石头好多了吧 公子每天捉弄碧气 难道你就不觉得累吗 我怎么会捉弄你呢 你可是我用千里良军画过来的宝贝 我疼你都来不及呢 真的 公子果真这么喜欢碧妾 既然这么喜欢 那一定是有求兵英喽 那碧妾现在觉得 公子府里的女人太多了 想让公子把大大小小的夫人都修掉 既然公子不爱江山只爱美人 那方家 穆家也没有什么用了吧 席诀也更是没有什么用了吧 不如你我花前月下双促双妃 岂不更好 若是公子怕了 请你以后离碧妾远一点 我又不是吓人 这丫头哪儿血的 小姐 是姓公子 都说了让你别扭头 怎么办呀 跟我来 快 快 袁玄 是你吗 袁玄 袁玄 怎么了 没什么 可能是我认错人了吧 没事 走吧 俊主 咱们还是回去吧 看完我想看的 就要回去 可我们 可是我们这样擅自出来 万一被王爷指 没有什么万一 只要我们天黑之前回去 谁 谁都不会知道 你是谁 别过来 你干吗 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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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是阿武 到了修公子的路 还是 你 给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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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名 看你 老板 莫小姐好 单佑 客官 您的菜 好 吃好客啊 客官 你来点什么 来 来 吃吃 哎 哎 哎 兄弟好 敬应一下 兄弟好 抱着地上 别死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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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 谢谢您的客官 慢走嘞 来 来 这位 来 你的酒 我告诉你啊 这是最后一壶 明天赶紧去别地儿了 自己来也就棒了 带着一个壶朋友 给我的朋友 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 还有你 娘里娘气的 一看就不是好东西 小剑生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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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你谁要这么着急 赶着偷胎呢你 走路不长眼哪 这都什么人这是 救命啊 有人吗 救 你别过来啊 你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 诶 诶 诶 好 对不起 玲珑头子安红豆 入骨相思 知不知 这样日后你再喝酒 便能瞧见我对你的惦念 看你还敢不敢 能不能请你送我去一个地方呀 你想要什么 尽管开口 我一定要好好 我只是想拿回我的酒壶 安安静静地找个地方喝酒 你若是再这么过躁的话 我就让你以后再也开不了口 问柔夫人安 妹妹怎么说来就来 爷夫跟我说一声 花福 看茶 是 世出禁足已有一段日子了 依侄未来拜访柔夫人 还请夫人见谅 这么晚了 妹妹还来看我 真是有心哪 辉儿的镯子不适合妹妹 待久了 会勒疼你的 没想到 没想到 柔夫人对姚夫人情深义重 简直让我刮目相看 那碧妾也送柔夫人一句话 虚情必定换虚情 真心未必换真心 以虎为伴 小心终有一事 为虎所上 东里走 柔夫人刚回来的时候 你有没有注意到她的手 她的手怎么了 很红 我故意摸过了 像冰一样 就像是暴露在龙冬里的一双手 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现在又不是冬天 她究竟是去了什么地方 才可以把手动成这样 冰房 现在又不是夏天 这么晚了 她去冰房究竟要干什么 你 人家提 姑娘您的意思是 幻子 她不敢进来 此刻她不敢 是因为你在这儿 可你始终都是要走的 她死守在门外 不就是在等你离开吗 你刚才说想去一个地方 是哪儿 空心安 空心安 千金大小姐太清闲了 想玩薛法维尼的游戏啊 你不会懂的 从出生到现在 我是第一次看见外面的月亮 我住的地方 就是一个 用漂亮衣服和珠宝首饰 堆成的坟墓 离开的方法只有一个 就是嫁给一个 从来没有见过的大官显贵 然后搬去另一个房 既然我亲其所有 也没有办法过上 普通人的生活 那我至少可以蹲入空门 清登古佛 普通人的生活 你知道什么是 普通人的生活吗 你知道什么是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粗茶淡饭 香茹以沫 我来告诉你 什么是普通人的生活 你可试过一夜之间 一无所有 看着全家老小在你面前 寻良自尽 你可试过 和自己最爱的人 本将拜堂成亲 却活生生被棒打鸳鸳鸯 只能把他亲手送给另一个男人 你可试过 你可试过 等你这些都试过吧 你再来跟我说 普通人的生活 公子 今天晚上早点回来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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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娟生快要临产了 没有公子的陪伴 娟生心里不踏实 今天怕是早不了啊 虽然治水的钱已经够了 但今天还得押送官银出库 就说你交 我不是一大早就来 赔你用膳了吗 还显不够 离开公子 娟生一天都待不了 怎么办啊 你看我不都亲自给你拨蛋了吗 那就别缠着我了 逗你的 公子 公子 穆大人来了 在外面候着呢 正好 让他进来吧 你们兄妹俩可以好好聊聊 穆大人说现在不少百姓 正在点报署门前闹事 请您赶紧去看看 他们又没欠酷银 有什么好闹的啊 李大人他 他自尽了 苏暖春 你马上去找穆大人 让他去安抚闹事的百姓 就说 昨天我已经免了李大人的欠银 他不可能因此而自杀 还有 我定会查出真相 给大家一个交代 去吧 公子 那 穆妹妹呢 别跟她说 她太不稳了 受不起这个 到时候 她受不了的还不止这些 夫人 叶夫人来了 她来做什么 妾身问姚夫人安 坐吧 叶姐姐真是稀客啊 怎么 最近不到夫人那儿请安了 妾身却又依附夫人之心 只是妾身坦诚相见 夫人却从始至终 连脸子都没有拉开 夫人心思深沉 岂是寻常人所能亲近 所以今天 妾身特来令头明主 姐姐当我这老月阁是什么地方 姐姐的美意 妾身心灵 可是我这儿虽然妙小 但也不缺姐姐这尊佛 不送了 请吧 老月阁不缺 那兵房呢 什么 要是这公子弟 朕没有妾身的容身之处 那就像妹妹的孩子一样 躺在兵房里 也未尝不可 这大早上的 就在这儿胡言乱语 你说的我怎么一句都不懂呢 妹妹不懂 我这公子懂不懂 你是想威胁我 李大人是好官 为什么要哄哄逼死他 对 要不是李大人 我们全家都已经饿死了 我们要见新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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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百姓闹得厉害 恐怕对你不利 也要不我派兵报 允损官您震灾势大 竟留着打门 走后门 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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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 远雪 二哥 快停下 快停下 夫人要是受不住 今日就先回去吧 明日再走 现在的苦 都是为了以后的甜 只愿我能顺利 待下一个小公子 快了 夫人 只有一个月了 是啊 还有一个月了 真的 那还有假 我亲耳听公子说的 还说千万不能让莫夫人知道 那这是为什么 这还不清楚吗 那莫夫人的胎本来就不稳 要是让她知道 自己的父亲自杀了呀 你说什么 奴婢 奴婢该死 奴婢该死 你说什么 你再跟我说一遍 奴婢说 夫人你再说一遍 奴婢说 李大人因为还不起倩盈 你学良自尽了 不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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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千万结案呀 不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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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血了 快叫你帮来 新娘 今天的 瑰軍 莫婢 冲 想67 再也帮她 竟然 三道 已经 快雪 好 好 我得 你 算 你怎么还给我砰 我效你 你自以为是 却是这天下最懦弱之人 你今日的苦痛 并非源于禁欲 而是失去尊严 可你选择的活法 却是将最后仅存的尊严 亲手丢弃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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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住啊 坚持住 夫人 叶夫人求见 她 她好像 夫人 叶夫人 你 老婆子奉命 来给莫夫人接生 说是情况不太好 耽误不得了 不会耽误你很多时间的 我有样东西要给你看 我还有呢 孩子没了 什么 姚夫人 你说 以后该怎么办 您能饶了独婢一命 您让奴婢做什么 奴婢就做什么 还要理解莫的孩子 叶夫人 叶夫人 夫人 夫人 叶夫人 夫人 姚夫人早产了 夫人 容易 糟糟了 快 醉糟了 你有效 ién苏啊 夫人早产体弱 不能受风 快把门 galera 是 是啊 а 你 这是 adm Your». ister 姚夫人有令 任何人都不得入内 许良川 你家夫人只是个侧夫人 已经瞎了狗眼 不给我家夫人让路 走开 夫人 行了 我要去见姚妹妹 让开 夫人 姚夫人正在产子 即便是您这样一场派 也是不合规矩的吧 合不合规矩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管呢 景山 在 夫人 恕小人冒犯了 徐阳川 还愣着干什么 大胆 你们是公子的下人 既敢违背我的命令 你们就不怕被写刺出门吧 夫人 您莫忘了 现在管理府内大小事务的人 是姚夫人 您还以为您能一家独大吗 你们听命便是 无论发生什么 自然有公子给咱们做出 是 我认识姚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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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见识姚夫人 姚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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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亲们 乡亲们 我知道姚夫人在哪儿 跟我来 好 快走 好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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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祝你 快走 我 好 好 他 你 你 你 好 你 你 要 你 你 我 你 你 笑得达到指尖是爱 但愿似人身伴用来 无论经历什么 无法徘徊 江山海澜河奈 我对你的诺都在 不惧这突然是道俗爱 有几摘 一路行三明海 我对你的诺都在 生生世世都随心怀 永不开